今天讲解1973年由威廉·弗莱德金指导 由艾伦·博斯汀主演的恐怖片 中文翻译是《驱魔人》 该片也是根据1949年 美国马里兰州一起真实的驱魔事件 创作的小说改编而成 故事发生在华盛顿 女主角小红是一个知名演员 这一天也像往常一样 小红到片场和导演老王沟通了一下 这场戏的要点之后 就走进片场开始表演 下班后小红常规的都是陪伴女儿珍妮 即便是个单亲妈妈 小红对女儿珍妮也是百般呵护 可接下来的两个礼拜 小红发现女儿开始撒谎了 行为也很怪异 而且晚上睡觉还神经兮兮的 说床在晃动根本不想睡 那小红本身前天晚上也发现 三楼阁楼疑似有老鼠的声音 小红就通过折叠梯 拿着蜡烛爬进三楼的小阁楼 一探究竟 进去后啥也没有发现 小红反而被巡查的管家 拿手电筒吓了一跳 为了谨慎起见 小红第二天带着珍妮到医院 一科做了个体检 医生就说综合评估应该是轻度抑郁 小孩子嘛青春期很正常的 开点利他能 我们后续再观察一下 晚上小红叫了大量的朋友来家开个派对 导演老王也到了 老王喝得醉醺醺的 散了德行后就先走了 可朋友们一起弹钢琴唱歌的时候 珍妮走出来对一个长指说 你会死的 随后珍妮尿失尽的场面 也是惊呆了客人们 小红健壮心想 该不会是吃药的副作用吧 送走朋友们之后 就给女儿洗了澡睡了 可后半夜珍妮房间突然传出剧烈的声响 小红跑进来开门开灯一看 小红震惊了 女儿的床不明原因的晃动 女儿也是哭喊着求救 次日小红又带着女儿来到医院 医生扫描脑袋后说 应该是脑部的孽液出了问题 估计是产生幻觉引起的抽搐症状 可小红就反问了 不对吧 她抽搐怎么整个床都在晃动呢 我昨晚是看到的呀 医生说 你女儿的问题不在床 是在脑袋 行吧小红只能就信了 就给女儿做了脑部孽液 结痂部分切除手术 手术也很成功 可回家珍妮的抽搐反而更剧烈了 珍妮不但嘴里标着脏话 还翻白眼 对道场的医生也是非常有侵略性 一番折腾珍妮被按住 打了镇定剂也算稳定住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珍妮被恶魔附身了吗 医生还是觉得 就是珍妮的脑袋孽液出了问题 小红就火了去你的吧 你见过人会不由自主的抽搐成这样吗 我女儿都快疯了好吗 医生说 再奇怪的病也得信仰医学 即便你女儿是精神分裂 我们也得搞清楚 就算后面你把女儿交给心理医生 那心理医生也得排除生理上的状况 说也说不过 只能是听医主 又是给女儿做了脑电图和血液检查 可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啊 晚上小红忙完工作回到家 屋里的灯似乎接触不良 时好时坏的小红也没太在意 刚训斥完回来的女佣人 怎么可以把珍妮一个人留在家里呢 朋友却找上门说 导演老王从楼梯上跌落下来挂了 而就在小红悲痛万分的时候 珍妮也是倒立着从楼梯上诡异的爬下来 表演了一个人形蜘蛛 吓了小红一跳 小红次日晚上找来两个心理医生 也问诊一下 女儿珍妮不但不配合 还暴力的打跑了医生 最后医生坐到一起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古老的方案 也就是找个神父 做个驱魔仪式 另一边警探觉得导演老王的死 还是有很多疑点的 就又来到案发现场侦查 警探觉得很蹊跷 即便导演老王当晚喝醉了 也不应该从楼梯上跌下来吧 而恰巧的是 平台下楼梯的旁边 就是小红家的窗户 那警探就拜访了小红 警探对小红说 我知道老王是你工作上的亲密朋友 但也不得不说 老王当时死得很惨 他当晚楼梯跌下来后 是头倒着着地的 这也太蹊跷了吧 警探再直接了当的说 小红如果当晚你的管家们 没有拜访者的话 你女儿的卧室窗户 又是对着楼梯 老王是他杀的话 有些人就是有嫌疑的 说完警探又顺便 要了签名就离去了 可警探走后 女儿又疯疯癫癫的 来了一个自残 小红实在崩溃了 最后就找到神父迈克 试试吧 迈克听完小红的讲述 很理解一个母亲的处境 也很想帮忙 但迈克就说 现在什么年代了 你真的觉得你女儿被恶魔附身了 想来一个驱魔仪式 那你得搞个时光机 穿梭到16世纪去做呀 小红说为什么呢 迈克说 自从我加入教会以来 我了解的神父里面 没有一个人 会这个什么驱魔仪式的 小红说 这是我女儿 您想想办法吧 我都快疯了 迈克就答应把情况 反映给教会的领导 想想办法 同时迈克也来到小红家 看看珍妮的情况 珍妮也是已经发疯 把自己折磨的满身伤痕 人不人鬼不鬼的 珍妮见到迈克 甚至模拟迈克 已故母亲的话语 刺激迈克 迈克和小红确认 小红根本没和女儿 透露过迈克的任何信息 迈克也是倍感蹊跷 恶魔怎么知道自己母亲死了 以及母亲的口头禅呢 之后迈克尝试用圣水 去除珍妮身上的恶魔 效果也不是很大 最后迈克向教会领导 表述了情况 领导一听您还别说 确实有一个会驱魔的神父 他叫莫林 不过莫林年事已高 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做啊 通知莫林后 莫林是愿意的 上门了解情况后 莫林让迈克去取来 盗袍圣水领带 以及最重要的书籍 罗马里典 取来物品进到房间驱魔前 莫林对迈克强调 恶魔最擅长的就是说谎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同时他喜欢把谎言和真相混为一谈 再发动心理战来攻击我们 这个过程中 你一定要无视他们 否则驱魔是很难成功的 就这样 莫林和迈克进到房间 开始驱魔 附身的恶魔剑敌人来了 即便被绑着 也是对莫林喷垃圾话 莫林洒出圣水 闭嘴巴你 随后拿出罗马里典 就是一番毒驱魔经文 迈克见状也是跟着毒 随着念经送文的进行 珍妮体内的恶魔开始激烈的挣扎 还把床调动起来 制造动静 那莫林和迈克 就是专注的毒经文 之后恶魔的反应 越来越剧烈 甚至使用神秘力量 把整个房间搞得地动山摇 可经文的力量实在受不了 珍妮最后就被镇住 安静的睡去了 到这里也只能说 驱魔的第一阶段刚结束 莫林和迈克到房间外休息调整后 继续进屋进行第二阶段的驱魔 可这个时候恶魔又模拟 迈克已故母亲的话语 折磨得迈克受不了 那莫林就安排迈克先出去 自己单独来 大概十分钟之后 房间突然安静了 迈克以为驱魔成功进来检查 很遗憾 恶魔挣脱束缚后 已经把莫林弄死了 迈克见状紧急抢救 莫林无效后再扑倒珍妮 掐住珍妮的脖子说 你这个畜生这么喜欢作恶 你弄死我吧 这个缠斗恶魔实在受不了 就转移力量要附到迈克身上 迈克用意志力挣扎着恶魔的附身 可一瞬间迈克想到被附身就完蛋了 就干脆从窗户纵身一跃 顺着楼梯滚了下来 看到这个场景 难道当晚老王也是这么挂的吗 由于吃血过多 迈克也是挂了 这是一个悲剧的结尾 珍妮的恶魔被去除了 同时也挂了两个神父 小红最后带着珍妮离开了这里 临走前小红把莫林生前的手链 交给了另一个神父 故事也就结束了 如果有机会 我们看看驱魔人2还有什么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